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ny 今天是2024年8月12号星期一 美股在经历了一段快速下跌 和上周的连续反弹之后 一个V形反转看起来正在形成当中 从今天来看 标普纳指半年线势而复得 是最重要的一个盘面语言了 标普今天不涨不跌 涨跌幅是0 今天收盘价比上周五收盘只涨了0.24个点 多空暂时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标普连续三天站稳半年线 基本上半年线的支撑有效 上周一恐慌下跌 跌破了半年线 但是半年线以下 标普经常出现反转 这几年以来 标普指数在长期均线下方的天数 远远少于长期均线上面的天数 之前我也在说胆子大的 就是跌破长期均线抄底 多少能摸到一点反弹 但这仅限于胆子大的 因为技术上 破位是要跑的 而不是逆势买入 美股尤其是大盘指数和权重龙头 总是反技术走势 跌破位了 按照技术理论 就是让我们卖出逃命 但是美股却总是破底翻 跌破位了 反而是买入的机会 这一点 正说明了市场是不断在进化的 绝对不能照着夜市的书摊上面买了几本 炒股教学课本 就按照上面的说法去交易 草莓股需要不一样的经验积累 时间长了 就大概知道 其实钱也没有那么好赚了 那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0.21% 收的是小阴线 占上了半年线 当天走势一般 但是能够回到半年线 已经是一个好事了 标普和纳指正在反弹行情当中 但是不是能够持续上涨 形成V型 仍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 标普和纳指随时可能反弹夭折 重新回到整理趋势当中 本周是超级数据周 有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关键数据出台 预计将会影响短线大判走势 两个通胀数据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发布 一个是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另一个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在星期四 一个初请失业金人数的数据将会公布 在两周以前 这个初请失业金人数造成了市场大跌 那么本周的失业金人数 会不会再次袭击市场呢 本周四还有一个零售数据 星期五有一个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么这些数据目前有哪些预测 对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呢 先说一下星期二的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 这是通胀三大指标之一 从图中趋势来看 PPI已经触底反弹 前值是2.6% 预测的7月PPI将是2.3% 低于前值 也就是说分析师预测的7月份 生产者价格指数有所回落 核心PPI在6月份是3% 预计在7月份将会回落到2.5% 星期二的PPI因为预测环比下降 预计会利好股市 但是影响不会特别的大 毕竟生产者指数比消费者指数来的间接 要向下游传道才会引起CPI的变化 而CPI还不是美联储最重视的 要PCE才是 CPI总是比PCE早半个月发布 所以CPI对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星期三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会公布7月份的CPI 核心CPI数据在曲线图上继续做了一个 波涂缓和的滑滑梯下来 预计7月的核心CPI环比小幅上涨达到3.4% 但是不同的渠道有不同的预测 另一个渠道显示 核心CPI将同比增长3.2% 前值6月份是3.3% 当核心CPI小幅上涨时 可能会被市场解读为是 美联储需要的2%通胀目标 还无法顺利达成的信号 如果同比只是3.2% 那么将提示核心通胀继续向2%的目标靠拢 有利于美股 整体CPI将维持3%的水平和6月份一样 星期三的CPI是本周市场的重磅数据 一个低于预测值的核心CPI指标 将有助于大盘继续它的V型反转 如果CPI反弹超过了预期 那么美股的V型反转就有可能会夭折 花旗银行的报告指出 交易员们预计在周三CPI报告发布时 标普500至少将会出现1.2%的波动 同时还有分析指出 即使是美国通胀率在7月略有上升 也不足以撼动美联储9月降息的预期 通胀就算回升也会是结构性的 最有可能的是一些服务行业 比如像理发健身等等 但不算房租啊 房租在CPI里面占的比重很大 大概有三分之一 所以房租的变化对整体的物价影响很大 从6月份开始 房租的上涨速度可能已经慢下来了 另外因为运输成本上升 一些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涨得更多 简单来说呢 就是物价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上涨 但房租上涨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基于这样的分析判断 有一些分析认为 星期三的CPI无论结果怎么样 都无法左右9月份必然降息的预测 星期四的初请失业金人数也受到关注 这个初请失业金人数曾经在两周以前 也就是8月1号突然袭击市场 当失业率上升 初请失业金人数大超预期时 美股在那一天发生了比较大的跌幅 而且是跳空下跌 那这个就足以说明 失业如果快速回升 所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担忧 要远远大于降息的利好 衰退交易卷土重来 会成为美股大跌的原因 初请失业金人数和 续请失业金人数每周都公布了 两周前是很糟糕的 但是一周前公布的就改善了 这说明了一次偶然的数据 并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 正好那一周还来了一场飓风 没工作的人就去领失业金 那么本周四即将公布的上周初请人数 预测值是24万 高于前一周公布的23.3万 失业率逐渐回升 美联储才有机会去降息 我觉得失业率回升一些 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周四周五 消费者信心指数将会发布 消费者调查显示 人们对未来三年的通胀数据 表示放心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最近发了一个报告 说人们现在对通胀的担心 少了一些了 觉得未来几年通胀 不会太严重 七月份的调查也发现 大家认为三年后的通胀率 会降到2.3% 这是好几年来最低的预期了 经济学家预测的宏观数据 总的来说并没有给出 经济大幅下行的判断 上周的恐慌指数突然上升到历史高位 却找不到一个足以支撑恐慌情绪的理由 真的是很奇怪 通过统计 历史上VIX大起大落之后 美股会怎么走 有一篇来自华尔街建文的文章 这个文章是编译了美国银行的报告 在这里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文章的关注点不是恐慌指数飙升 而是恐慌指数飙升了之后的几天到几周之内 美股将会发生什么 美银在最新研报中指出 VIX指数首次飙升后的4到8周内 标普500的表现往往是比较挣扎的 当VIX在一周内飙升到45点以上的时候 那么随后的13周 26周、36周和52周 标普500指数往往能够实现比较高的回报率 自1997年以来 VIX曾经有11次每周恐慌性飙升超过了45 但是也只有金融危机和疫情爆发 能够带来这么高的恐慌指数 当前美股所面临的经济环境 实际上啥事也没有 莫名其妙的恐慌了一波 上周恐慌指数出现了短暂的剧烈波动 美银认为 2024年8月份的VIX指数飙升 跟1997年10月和2018年2月的情况很相似 都是发生在标普500指数 接近40周均线的时候 如果标普500指数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稳定和触底 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1998年和2010年的那个情况 也就是标普500指数跌破40周均线 并形成双底或者是头肩底的形态 那么美国银行说的40周均线 我在系统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来 就是图中紫色的这条均线 上周标普指数跌到这条线后 除非是熊市 标普指数倒是很少在40周均线以下了 民主党提名哈里斯参加大选之后 川普的势头逐渐回落 赌场的赔率竟然显示 哈里斯略好于川普 公开力挺川普的马斯克 今天晚间8点将要和川普视频直播 这两个商人可以说是很会做生意 马斯克和川普的连线直播 对推特平台价值有利 然后对川普拉选票也有利 而特斯拉的股东 可能也会受益于他们的公开言论 比特币狗狗币 是这两个人关注的两个加密货币 投资者预测 他们连线或许会利好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 川普曾经表示 如果再次当选 将会撤销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政策 这个可能就会对特斯拉造成负面影响 因为特斯拉受益于政府的贷款 和税收抵免等政策 特斯拉曾经表示 税收抵免每个季度 可以为公司带来高达2.5亿美元的收入 即使如此 马斯克还是公开支持川普 他认为没有了补贴 特斯拉一样能够生存的很好 其实对特斯拉来说 补贴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强行说 川普撤销电动车补贴政策 对特斯拉是利好 那其实是来说 大家都不补贴了 特斯拉会活得比其他人还好 相当于是打击的那些 靠补贴才能够活下去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股价在下跌后起稳 目前正在构筑整理平台 如果马斯克川普连线 能够爆出啥利好 那可能会借机会反弹一下 今年明星龙头英伟达 今天日间大幅反弹 但是冲高回落 收盘涨了4.06% 英伟达将会在8月28号发布财报 财报以前可能会有一波 赌业绩上升的资金推动股价反弹 负面消息有一条 因为设计缺陷 Blackwell B200芯片的批量出货 将会推迟约3个月 华尔街分析师对这个并不担忧 他们认为Blackwell芯片延迟不是问题 如果从K线图上看 目前英伟达是处于反弹行情当中 预计将会继续反弹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